程序流程基础知识 本堂课程学习目标 掌握PoC程序的结构与流程 学会合理设计复杂的程序 第一,PoC的程序结构 PoC的用户程序一般分为主程序区和副程序区 主程序区主要存有用户控制程序 使完成用户控制要求的PoC程序 使Bip可少的 而且主程序只能有一个 副程序区存有纸程序和中段服务程序 纸程序和中段服务程序是一个个独立的程序 具有独立的功能 它们依据程序人员的设计 依次的放在副程序区 主程序区和副程序区之间 用结束指令FEND间隔 通常情况下 PoC在扫描工作时 只扫描主程序区 不扫描副程序区 也就是说 当PoC扫描主程序到FEND时 和扫描到END结束指令一样 进行刷新功能 并返回到程序的开始 重新从头开始继续扫描 在小型的控制程序当中 通常情况下 可以只有主程序 没有副程序 用END进行结束 PoC程序的流程 程序流程 也就是程序的执行情况 通常情况下 有两种 一种是 自上而下 自左到右的 顺序扫描 另一种是 程序会发生转移 当转移的条件成立时 扫描会跳过一部分程序 向前 或者向后 转移到指令的程序段 进行扫描 程序的转移 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由程序 转移指令引起的条件转移 另一种是 断点转移 条件转移 在主程序区内进行 其转移后 PoC扫描仍然按照顺序进行 直到指行到 主程序结束指令 或者END指令 又从头开始 断点转移者不同 当PoC碰到断点转移时 会停下 主程序区的扫描工作 在程序区产生一个 程序中断的点 然后转移到副程序区 指行相应的程序块 指行完成后 必须再一次 从副程序区 回到主程序区的断点处 由断点处 向下一条指令 继续扫描 相关的指令介绍 第一 主程序结束指令 FEND FEND指令 在主程序区中 FEND可以多次使用 但是PoC扫描 只会扫到 第一个FEND指令 即向零部返回 副程序区 的指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必须在最后一个FEND 和END之间编写 当条件成立时 调用程序区的入口地址为S 即转移到目标为S的指程序区指行 SRET在指程序段中 指行到指程序返回指令SRET时 立即返回到 立即返回到主程序 调用指令的下一行 继续执行 第三个 条件转移指令 C件 使用该指令时 当驱动条件成立时 主程序 转移到指定的地址 指行程序段 当条件段开始 主程序按顺序指行 指令的下一行 并继续往下指行 利用C件指令 转移时 可以向C件指令的后面程序转移 也可以向前面的程序转移 第四 复杂程序的设计 当系统规模很大 控制要求复杂的时候 如果全部控制程序 放在主程序当中 主程序将会非常复杂 难以挑适 也难以阅读 而且 有一些随机发生的事件 也难以在主程序中安排处理 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一些程序 编程程序块 放到副程序区 PLC是 不会扫描到副程序区的 这些程序块 只能通过程序 流程转移才能执行 我可以认读 我可以认读 自己的阶段序区的 但我认读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